文良功简让之功 中间这个字 又很重要 怎么每一个都很重要 第一是古代经典传下来经得起考验 第二 一共就五个字 如果虚位多的话 可能他那个 术位就没那么明显 说功 大家会想到 什么词吗 就是恭敬啊 恭维啊 那如果说恭维 就是风场作戏 表面文章 有的是什么样好心 那比起恭敬呢 就打内心里 那这种 神佛 圣心呢 有现象出来 那这才是根本 要做到恭敬 那谦功也是 谦虚 那么 说 女性呢 也没有什么 可能对男子 在古代要求高一点 实际上是 人家做得比较好了 也不是要求高 现在动不动就说这个什么道德绑架 实际上是你道德不够吗 你说别人绑架你 你怎么能被绑得住呢 你自己 确实有问题 那人家说 的人他不一定本身就能做到 当然了 他做不到 说你你可能不服 半斤半两 但是他说 如果你做到了 那你不是自我提升修为了吗 有的话又能听得进 他说是来修你的 他做 他是修自己 很多人搞不清楚这个 老实说 别人那么容易 好像显得自己 很威风 树为利贵 没什么用 都累后了一场哭 所以你这个修为能带得走 才是最重要的 说相敬如宾 这个同事说男子 那夫妻之间 结婚多年 现在一说就七年这样 这个七 我们前面说了 确实是 天干地支 逢到七年 你天壳地冲 你反局 确实要经得起考验才行 要多放注意 但是有的再怎么注意 好像也很难 因为你修为不够 你受这个五行束缚 太大了 所谓的刀的绑架 那么 你如果是 慢慢地提升自己的能量场 越来事情 越不受影响 内心足够强热了 外面的抵御 这才算什么 这也叫压力 那我从小到大 受了多少苦 这都不当回事 其实你是成长 你虽然说再怎么难 但是你比别人 这个能量长 本质具足 激发的要足够一些 人只有经过困难 他才会 更深刻地 通彻心扉地 看开很多事情 无透很多事情 所以这个很难做到相近如病 如果做到了 那 葬木古缝 你已经达到古人的标准 乃至于 进一步盛限了 这种 尤其在现当代夫妻 动不动离婚 都挂在嘴上 所以 是很重要的 你恭敬 你在外面就是 给人感觉很礼貌 你感觉你知道 自己的分寸 已经很谦让 也是受人待见的 不光是对自己好 对别人 对谁都好 这就是好的一个 传续 正能量啊怎么样 就这样